大家好,我是Batman 今天我们一起来逛一逛里斯本的乐高店 看看里边又有什么好玩的布置 里斯本这家乐高店 位于一座大型的商业购物中心的二楼 面积不大,只有这一小层 一进门就是一幅巨大的乐高马赛克画 上面写的我看不懂 但应该是欢迎来到里斯本之类的 画上还有一些里斯本的著名景点 大桥,贝伦塔 还有可爱的黄色小油轨电车 我们之前也做过了是吧 内部装饰也特别复古 像素画对面就是新的迪士尼城堡了 好家伙了,上一套城堡我还没买的 新的又出了 这正好赶上迪士尼100周年纪念出纪念套装是吧 这套城堡跟上一套比呢 最明显区别就是这个配色不一样了 整体颜色饱和度呢更高 墙体呢发红头的 屋顶蓝色呢更鲜艳了 看着像是这个傍晚啊 被烟花照亮那种状态 所以塔罗旁边还有这烟花是吧 上一代就是白天 日光照射像这种状态 城堡内部设计呢看着比较简单 但应该也会有不少通话里边彩蛋 100周年纪念嘛 这个大包装箱呢看着还挺好看的 4800多块积木 400欧 怎么说呢 我还是觉得这套城堡呢不太适合我 哎你看同样是城堡 这套就更适合我了 屋顶上全是闪亮亮的小星星 而且这套里边小人 米老鼠糖老鸭 全是迪士尼顶流 前面这套那么大 里边都是公主王子 没意思啊 这套ID是系列最新出的女巫野疯狂 原作的迪士尼93年上映的一部奇幻喜剧电影 但这个电影呢我真没看过 应该说之前听都没听说过 这屋子里边细节呢挺多的 塞得很满 一个小木屋满满灯灯的 看着很热闹 里斯本乐高店没有小胖子了 我们可以好好用这个放大镜 看看这套兰花细节了 哎你别说啊 看得真清楚啊 就跟把这个马赛克放大了好几倍那种感觉一样 高清马赛克 但确实啊 想到用乐高积木呢 去还原植物花卉的设计师呢 也真有创意 一下又把乐高积木套装呢 拓展到了新的维度 乐高发售植物套装系列里边呢 我最喜欢的这套兰花 这是街景系列的爵士俱乐部 旁边复刻89年发售的 奥多拉斗堡垒套装 海盗下班之后呢 就去这俱乐部里边喝喝酒 放松一下是吧 整间乐高店几乎一半的货架上 全是这个黑底的成年玩家乡的套装 现在乐高的销售主力呢 明显就铺在这上面了 毕竟这种套装呢 卖的贵 赚的也多 店内另一个比较特殊的装饰呢 就是乐高达成的女音乐家了 她在表演这种音乐呢 叫发堵 是当地一种传统的音乐表演形式 使用的乐器 就是手里这把葡萄牙吉他 这把吉他里边还集成了 距离传感器和音响 你一靠近就会播放 这种乐器演奏的音乐 整个雕塑呢 一共由三万五千块积木组成 比看起来要少啊 可能因为用的都是比较大块积木 其实这个人脸 你仔细看的话呢 就会觉得并不是特别难看 而且它是在笑的 有表情 用乐高积木搭一个偏写诗风格 人脸搭成这样 我觉得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主要就是店内这个照明呢 比较逆天 头顶一个大射灯 照得人面部的阴影呢 看起来就有点诡异了 旁边这只呢 是巴塞洛斯的公鸡 也是葡萄牙民间传说故事里边 一个非常有名的形象 发度雕塑身后呢 是一面墙的马赛克装饰 之前我们也在里斯本 其他地方呢 见过这种装饰风格了 乐高装块真的非常适合 拼这种规规矩矩的几何图形啊 毫无违和感 这边呢 就是乐高的马赛克系列了 DOS系列 想到用小点点小票票 拼各种图案的小装饰 但我怎么记得之前有消息 说这个DOS系列要终结了呢 是我记错了吗 这怎么还这么多 这个系列套装 而且还有很多新品 还有跟哈利波特联名套装 拼了个海德威 这小眼神那人很可爱 这一片是乐高 今年主推的迪士尼系列 各种大小套装 诶 中间这个小城堡 我觉得也不错 很适合我 不占地儿 France系列这个载剧 我觉得这几年 这越做越好了 很多的有点 这个小creator系列 那种水平了 比如这艘游艇 还有之前出过这旅游大巴 包括各种建筑也是啊 要细节有细节 要配色有配色 水平呢越来越高了 这一大片呢 是幻影忍者系列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买过的一个系列 真的是一套都没买过 但我也知道 这两年呢 这个系列也出了不少 粉丝非常喜欢大套装 当然也有很多 被吐槽新款 相比幻影忍者 悟空小霞呢 就比较惨了 鸡脚尬打里边 就这么几套 不知道这家店配货不多 还是这几年乐高出的就不多 这一大片 一旧经久不衰的 漫威超英系列 话说漫威电影 自从复联四收关之后呢 我都没怎么看过了 就感觉超英这个主题呢 真是看腻了 这是我个人 要不乐高不可能这么多年 还滋滋不倦的出这么多 这个系列套装 无线手套 我们之前也做过视频 这边后来出的钢铁侠 那个复制手套是吧 看着挺不错的 哇塞 这还有新的Queenjet 这都已经第几代了 我们之前的前三代 还是前四代都做过 Queenjet也真是 感觉好久没见到 支撑所 我们之前做过这个 第一代小的 还弄了个AR程序 反号割装甲 我们之前用来恶搞过EVA 好多年前了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看过 还记得 感觉这边套装 全是回忆杀 但我现在 真是没有当年 那个兴致买回来拼了 以前拼太多了 拼兔了 这边前两年 刚刚复活的 哈利波特系列 最近新出了古灵格是吧 好没看到 是不是还没发售呢 这个多比 做得好可爱 这水汪汪大圆眼镜 手里拿的是 马芬太爹的袜子吗 这是 最近有传言 说这个哈利波特电影 要重启了 少爷演他爹 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下面大的 霍格沃兹特快 这蒸汽车头 真是帅气 爷这看着 特别像是跑步机 是不是 跑车漆 但这套火车 感觉也不太适合我 我还喜欢这套 印第安娜琼斯 今年这个系列 新上了一部电影 乐高也推出了 几个小套装 这家乐高店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也有 这个乐高小人工厂 今天正好店里人不多 那我就来试试 自己做一个 专属小人出来 布置也很简单 花钱选配件 然后等打印好了就行了 小人能选的 是一个头饰 一个脑袋 一个腿部零件 外加一个配饰 12欧元 不是很便宜 下面就是可选零件了 有这个安全帽 旁边是这个不安全帽 下面这是什么 冰淇淋蛋卷头饰吗 这是什么奇葩零件都有 反正就是感觉呢 买大个零件呢 不亏就是了 下面都是各种腿部零件 哇这边 初号机头套 来我们随机选一个脑袋吧 就是你了皮卡丘 选了一个挨揍的表情啊 哇这边这个小船 看着跟软糖一样 而且个这么大 选一个雪转 这就是最后选定组合了 怎么说呢 非常混搭 非常随性的一个组合 付款的时候我才知道 这家呢不是乐高直营店 而加授权店 我本来问店员呢 其他国家这VIP卡 能不能用啊 店员说他们是授权店 刷不了VIP卡 而且李斯本呢 好像就这一家乐高店 交完钱呢 就会给你个小纸盒 然后就可以拿出去 电脑那边 选择定制身体图案了 OK我把名字也选好了 这是所有这个 预制的图案是吧 包括这边呢 可以自己画 可以自己画的 这是左帖子了 BTM BTM Love you BTM love you 可以吧 so there is also the back face right OK 背面显然 you love BTM too 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吧 你看我们这小歌 多好 突然选多经典 是吧 然后这边就全都是 这个打印的机器啊 你看他们这些图案选的 多么的普通啊 多么的庸俗啊 咱们自己创的图案 实在是太读书一致了 店员要按一些 这个神奇的按钮 然后我们小时候就 打印出来了 OK已经开始打印了 最右边那个 我们已经看到了 I love you 已经出来了 那他一会怎么打背面呢 他是会把它翻过来打印吗 还是怎么打印 我也没看到有转轴什么的 我记得慕尼黑的那家店 好像是不能自己手写手画图案的 之前大家还说这个国内的都可以 是吧 这么看有可能慕尼黑那家 也可以自己画 只是当时我没找到 那我们看看怎么打后面 手动翻面吗 看来是手动翻面 I was just wondering how we're gonna print in the back side I thought it's automatic OK现在开始打背面了 总感觉我们这个 打的花纹有点简单 有点亏啊 没用太多的原料 没用太多的墨是吧 但是无所谓了 只要我们这个图案够独特 够独树一致就可以了 马上打印就完成了 上面还写Lego Lisbon Lego Lisbon的地标是地区限定的 这也是一个收集的大坑了感觉 你要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高店里边 机器这个地标 他说你自己买台打印机 自己打印更简单一些 其实 OK 打印完成了 我们这个小人就打印完成了 Battman Lego Lisbon 太有意思了 我们把这个小人放回这小盒子里边 这就是我们在里斯本定制的一个Battman小人了 完成了 OK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里斯本乐高店探电视频了 我们也不需此行啊 是获了一个独一无二的 而且是地区限定的乐高小人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是Bat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